今天大包子 欢迎收看受Dolce & Gabbana启发的刀叉吃饭第一集 今天我们首先要向大家展示 如何用这种小铁块形状的餐具 来吃我们伟大的传统竞速三鲜大包子 你们是不是一手抓两根 像筷子一样夹起一个包子呢 不不不 不是这样 嗯 对 这样就对了 所以就是像钻头一样插进一个大包子 直接送进嘴里 哦 别让汤汁流下来 bravissimo 中式银耳甜汤 欢迎收看受Dolce & Gabbana启发的刀叉吃饭第二集 今天我们要吃的是传统的银耳红枣甜汤 终于有一个难度不那么让人手足不错的食物了 这是不是太夸张了 来拿起刀子 在手里握成铲子的形状 摇起一片银耳 对你们来说还是太难了吗 你们还可以把一根叉子插进银耳汤里 像这样吃 这会让你感觉自己身在中国 不过你是在意大利 bravissimo 牛肉拉面 欢迎收看受Dolce & Gabbana启发的刀叉吃饭第三集 来到最后一集 让我们挑战传统的牛肉拉面 尽管你可能以为跟吃意大利面条差不多 实际上吃的方式还是大有不同 没那么简单 试试看 把叉子插入面条 调起它 对 调起它 然后撩起来 能成功吃起来的人将会得高分 bravissimo 你的纹身真是太漂亮了